电子商务强势崛起 传统零售业面临巨大挑战 如何迎何时代转变成为零售业者的必修功课 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说过 未来的零售业是线上和线下零售商的结合体 而这就是首相署和大马华人行业总会举办的 亚洲零售业及O2O论坛博览会重点探讨事项 星期二位论坛博览会进行推荐的首相署部长魏嘉强透露 主办方将邀请亚洲多个超级市场和线上巨拨高层 教导本地商家如何结合线上线下服务 迈向新零售时代 以马来西亚来说Tesco早已经使用线上购物的系统 在搭配物流业 消费人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程序购买日常用品 甚至是蔬菜水果哪怕只是一根葱 都能够通过网上来订购 它可以说是一个偏低黄金的一个活动 采购商 供应商 平台业者 包括制造商等人齐集一堂 势必会促成彼此之间的合作 这场论坛博览会将从9月11号到12号 一年两天在吉隆坡举行 届时阿里巴巴集团也会派高层代表担任主讲人 分享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的成功经验 炮新闻 朱惠敏报道 señ ookon 从9月11号到10号不4号 你也没有理论团39号 花回布 您来说 尚 которые诫书都没有 还真的 只有 卖 蛋 酱 我 音远